不但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院校 然后我们新闻学院也是特别的优秀 所以我来到这边就跟全中国最优秀的学子一起批评 觉得确实有点难度 如果你没有来过上海 你会觉得上海蛮有趣 有很多东西你没有见过 比较多样化的感觉 我就是法国生活了差不多七岁 我爸爸之后呢 我就是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在管西桂林 大学的话我就是来到了武汉 然后就是到了上海读这个研究生 我对上海想象更多是那种高楼大厦 然后我来到这边我才发现 这边有很多那种西方风格的楼 比想象更美好的感觉 我就是每个那个建筑我都想去拍一个照片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像我法国那个家的那种建筑 比方说可能我们会想说它是什么样的 但我觉得在上海的压力是最大的 就我们班那些人的话 他们口才真的超级超级好 反正大家都比较努力 对比我自己我在想 怎么样才能达到他们那种境界 我们做的课题大部分是围绕上海这个城市 不仅是自己做 然后听别人做的那些作业也是都可以学的 就更了解上海这个城市 如果你没有来过上海 你会觉得上海蛮有趣 很多东西你没有见过 比较多样化的感觉 我想去更多了解上海 有没有不一样的一种玩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个定义 就是上海是个比较开发的一个城市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 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感觉 上海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我还没有体验够上海 没parable smile 合相